65岁以上长者如何选购 2018年度最合适的健康保险 其实联邦还推出了红蓝卡计划 方便银法族多一项选择 因此东森新闻继续找来 南加州知名的保险经济公司 华兴保险 由健康保险顾问克里斯污王 向观众说明 在美国的居民 无论是绿卡还是公民 在年满65岁的生日的前三个月 都可以去向社会福利局申请红蓝卡了 只要在美国是有工作超过10年 然后报税有40个点 就可以申请这个红蓝卡了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part A和part B 那part A它是一个免费的 那它cover的费用 主要是对于住院这方面的费用 那另外part B的部分 part B它就是如果要看医生 或者是做化验检查 做体检等等 它是涵盖这部分的费用 可是part B它就不是免费的了 它是需要交保费的 那如果你的这个收入 是一个standard的话 它的保费呢 每个月是134块钱 但是如果对于那些收入 比较高的话 它的保费就会往上涨了 可是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保费它是有上限的 如果对于那些家庭收入 是超过20几万的话 它的保费呢 最多是每个月428块6 看问题找答案 滑行保险 我该怎么办 谢谢报告单元 礼拜的晚上 还有深度分析 敬请观众锁定